《眼泪女王》15集预告已出 海人完成手术康复出院 只记得白贤宇这个名字 散失了所有记忆 而文成构陷贤宇至其入狱后 在海人失忆后抢占先机 站在了海人身边 他想亲力保护失去记忆的海人 而与此同时 警察调查所得的证据 都指向贤宇是案件的作用 罪魁祸首 使得贤宇陷入绝境 大家没有放弃 齐心协力 继续寻找办法解救想要回到海人身边的贤宇 这时 海人来到了监狱 见到了贤宇 14集已经播出 剧情紧紧地揪住了观众的心 如同过山车 在在已播出的14集中 海人应怕失去以及 拒绝手术 终在家人和贤宇的齐力劝说下 同意接受手术 而这一切可发生的变动和痛苦 贤宇都默默承受着 海人的手术很成功 但在海人出手术事前 贤宇就因被构陷被警方逮捕离开 与海人措施见面机会 而海人在手术中失去了所有记忆 却只看到了欺骗他的恩心 他念着手术前就祈祷和努力记住的名字 白贤宇 陷入困惑 如今剧集即将迎来大结局 日前更有消息传出 眼泪女王在即将中印之际 决定进行特别编排 分别将于将于27日播出第15集 28日播出大结局第16集 而聚集在当日播出的时间 也会比现有的播放时间 周六 周日晚韩国时间9点20分 提前10分钟 于9点10分播出 对此不少网友解读 这是电视台想在剧集中间 多放10分钟的广告 故而才会做出如此安排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多出10分钟的播出分量 对于观众来说自然是好事 能够多看10分钟金秀贤 谁不乐意呢 而眼泪女王 虽然在某些剧情逻辑上 有太多经不起推敲 而且剧中失忆 车祸 治不好这些韩剧的老三样 也是让人看得审美疲劳 但观众对于剧集依然好评不断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剧中 全员演技在线 尤其是金秀贤在这部剧中 承袭了他一贯的精妙演技 前期将一个在财伐家族里 人气吞声的窝囊费 入坠难 演绎的入目三分 后期把深爱都写进了眼睛 又让观众沉浸在 他对女主的一往情深之中 尤其是他的哭戏 更是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将不同的心绪全然拿捏 崩溃 难过 担心 憋屈 仅仅是眼神 就能让观众被带入到 不同的情绪中 演技简直不要太灵动 不知不觉 《眼泪女王》 就将在本周迎来收官 从此前释出的 第十五集预告来看 主线剧情走向 大概率会是男二 贸任男主 给女主伪造记忆 而男女主最终究竟是 皆大欢喜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还是留下遗憾 以逼结局收场 还是未可知 不过编剧朴之恩的作品 以往都很少以悲剧收场 而且此前剧集还铺陈了很多的宿命论的情节 白贤佑就下了年幼时溺水的红海人 贤佑还曾在高中时遇到转学离开的海人 可以说贤佑对于海人来说 无论是小时候还是结婚后 都是就新班的存在 从这点上来看 还是让不少观众坚定 这次的眼泪女王也同样会是AA结尾 你对于眼泪女王大结局期待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吧